连苹果执行长库克也不讳言 iPhone销量已经成为公司引优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苹果正透过高层重组迎接后iPhone时代 近来的高层变动除了二月初 人资主管欧布莱恩接替零售部门外 苹果也开除Siri语音助理主管史达西亚 更在去年从Google挖角AI负责人詹南德雷亚 到执行团队 显示苹果正摆脱对iPhone的依赖 转型成以服务和潜在革命性技术驱动的公司 包括旗下的串流音乐订阅 以及应用程式销售和行动支付等服务 将成为苹果未来发展主力 同时将持续投入好莱坞节目等相关工作 iPhone战力不可同日而语 但劲敌三星却笑不出来 网友自拍影片亲自示范三星星机皇 S10的超音波荧幕指纹辨识 解锁速度之快令人惊艳 但这支旗舰机其实21号才会正式亮相 发表会上的惊喜被人抢先公开 从影片后方的三星logo 一次解说地点就在三星展间 一旁工作人员却丝毫没有制止 显示产品的保密性出现漏洞 在如今手机市场败家争鸣的时代 iPhone虽然依旧贡献苹果三分之二的营收 但要回到过往的花样年华已经不可能 库克的多角化经营 就是要确保苹果在科技业上 异于不败之地 在新闻上不到